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啊 变成鸟的话呢 能在空中飞 但是啊 但是在空中飞的时候呢 它不能够打人 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鸟啊 好 鸟能在天上飞啊 但是它不能打人 还有最后的一种终极武器呢 是刀 这个刀的话啊 攻击距离是最近的 但是它可以变成无敌的龙 这个龙呢 变身一次之后啊 它就又恢复成手里剑了 这个东西是无敌的 恢复成手里剑的话呢 那你再变身呢 就是老虎了 因为这东西毕竟啊 太强了啊 所以说呢 你只能变身一次就算了 好 这里呢 咱们吃一个棍子啊 这棍子呢 是为了打本关的boss了 哈哈哈 就这么简单啊 小时候玩 想不到就这么简单 好的 这是二关一 二关一 咱们先飞过来啊 捡到这个刀 人物变身之后啊 总是有一小段的无敌时间啊 吃到了一个棍子啊 这里我觉得应该吃那个鞭子啊 吃鞭子是最好的 因为二关二呢 是一个水关 好 这里有 这里有啊 让咱们捡着 好 二关二啊 二关二这里咱们先往右走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主要就是演示 平时我都是不拿的啊 好 吃到了一个鞭子啊 这样的话呢 你就讲命了 你就讲命了啊 当你持有一种武器的时候 吃到第二个啊 就会讲命了 如果速通的话 这个游戏也就十一二分钟吧 我觉得可能就通关了啊 流程呢也不长 这里呢可以讲两条命 但是咱们必须一命通关啊 是吧 讲命对咱们来说真的是意义不大 以后的游戏里咱们就不执着于这个了啊 好 这有个棍子啊 这里咱们要吃这个棍子啊 人数已经最大了 已经不长了啊 好的 三棍子 好 三棍一 三棍这里呢 还是要变成鸟啊 进行飞行 然后这关可以捡到最后一个龙的道具啊 啊 对就这把剑 咱们可以捡到最后一个 后面就没有了 跟鸟飞行的时候 它这个 它是不断会下降的 需要你手动的进行调整 好的三关二 三关二你感觉这个游戏难度 直线的就开始上升了 尤其是越到后面 其实是越难的 在这里呢 咱们就变成龙了 把这关飞过去 你看这敌人的移动速度 我吃了个棍子 其实这关打boss吃棍子 不是很好的选择 应该变成老虎 好的这样就干掉了 其实整个游戏啊 boss不难 闯关难 四关一 四关一最好的形态 其实应该是女的 其次呢是蝎子 这有个蝎子啊 捡着 依靠变身的无敌事件啊 把这混过去 好下来 这里蝎子应该躲一下这个缩鱼啊 有一发缩鱼是贴着地面的 就这里躲一下 没事了啊 这关就稳了 这关呢 如果是自己玩的话啊 就容易遇到平静了啊 因为难度确实是开始提升 幸亏我个子矮啊 你等他俩走人 有个罐可以反复的带出来 这里应该跳一下 不跳就跪了 我后边那两个敌人带出来 好 等他自己消失啊 这次玩boss boss的规律型都很强啊 这就挂了啊 这就挂了 无关一 无关一难度也是很高了 但是感觉没有四关二高 四关二简直变态 除了四关二呢 难度最高就是这个 五关二 最终boss其实还好 最终boss还好 鞭子在手啊 天下我有 这个破丑子好快啊 这里变成蝎子 稳啊 这里吃这个 吃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武器来打五关一的boss啊 但是有的小伙伴喜欢用蝎子 无所谓啊 无所谓 反正能打死他就是好武器 手里剑打的话呢 这一下需要躲 他发射的第三发需要躲 好的 这咱就完事了 其实还是用手里剑简单 我觉得 但是有人还是喜欢用鞭子 五关二 这是游戏当中最难的地方 处处都是坑啊 这敌人等他自己消失吧 他还不走 发射泡泡 这种蜜蜂一定要尽早的消灭啊 我为什么用这个手里剑呢 因为他的攻击范围是最广的啊 用来打这些蹦来蹦去的敌人是最好的 不然他们审反 这个户啊 攻击范围太广了 最终帮范围太广了 最终帮斯呢 我其实还是选择 用这个手里剑来打啊 好的 追蹤Moss啊 他怎麼想砍我啊 他掛了 老虎掏就是這點好處啊 好的 這樣就幹掉了通關 那好 那這樣一款經典的動作遊戲啊 龍牙就給大家錄製到這裡啊 小時候玩的時候感覺真的好難好難啊 但是現在呢 當你注意一些套路非常小心的時候感覺還可以 遊戲本身呢是兩個人者拯救世界的故事啊 比較老套 那麼當你要玩這個遊戲啊 最好還是拽著小夥伴一起玩啊 因為畢竟三人的話你是不能掛的 那好吧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